提到墓地,大家的第一印象都会有点怕,感觉阴森森的,特别是在晚上,别说天天在那待着,就是去都不敢去,可这个孩子每天都去墓地,背后的原因让人泪目。 这对夫妇,过着幸福而又平静祥和的生活,他们有两个孩子,分别是五岁的基尔和七岁的卡罗尔,兄弟俩非常相爱,他们一直在一起玩耍,两个人在日常工作中也会相互帮助,毫无疑问,兄弟之间的关系是独一无二,不可复制,非常特殊的。 然而他们不知道这一切会改变,那一天,他们整个世界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地狱,有一天兄弟俩按照往常一样去上学,基尔在出门的路上看到一块大理石,便顺手拿了起来,没想到这一个幼稚的行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,他只是个孩子,他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,但身为哥哥的卡罗尔知道,当他看到基尔的行为时,他开始召集,要求基尔把石头交给自己, 但基尔没有给他,而且开始顽皮的笑了起来,因为基尔认为这是个玩笑,不会真的发生任何坏事,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,可怜的基尔最终还是付出了不听话的后果。 卡罗尔看到这一幕真的害怕了,但他知道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人就是二人的母亲,于是卡罗尔迅速跑到房子里,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事,看到母亲把手里的所有东西都丢下跑出来了, 母亲来到基尔所在的地方,手足无作的卡罗尔不知道该怎么办,他们的母亲也不知道该怎么做,强制冷静后,他们的母亲马上带着小男孩去了医院,可当他们到达最近的医院时,已经为时意外,从那天起,一切都变了。 父母无法相信自己的孩子离开身边,他们则怪自己当时没有在儿子身边,而卡罗尔虽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男孩,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他认为一个人去世只是在休息罢了,因此卡罗尔一直在等基尔睡醒,这样他就可以又和基尔一起玩了。 所以卡罗尔不明白父母眼中的泪睡,更不明白基尔为什么睡那么久都不醒,卡罗尔的父母决定尽可能清楚地告诉他一切,对他来说,知道真相比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消息要好。 他们终于告诉卡罗尔他再也见不到他的兄弟了,更别说和他一起玩了,令人惊讶的是卡罗尔的表情没有改变,因为他不相信,尽管话已经挑明,卡罗尔还是要求见他的兄弟,无论人在哪里, 他都想见见,他的父母同意了,并带他去了墓地,向他的儿子嘱咐了一些事情,最后把卡罗尔带到了他的兄弟那里,卡罗尔之后变得非常难过,要求立即回到房子里。 当他到达时,他以最快的速度走到他的房间,带着一个手提箱,开始跑过来跑过去,当他准备完后,他再次要求去墓地,他的父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,但即便如此,他们还是想满足儿子的需求, 并再次带着他和他的兄弟一起,当他们已经到了基尔的坟墓前时,卡罗尔开心地笑,他走进坟墓拿出了自己的玩具,卡罗尔整个下午都和他的兄弟在那里玩耍,尖叫,奔跑,把玩着他的玩具,就像平常的日子里所做的那样。 父母看到儿子积极态度感到震惊,他们好久没有见过那样的笑容,但他们一直记得两个小孩子在一起的快乐日子,卡罗尔看着父母告诉他们自己很高兴,因为他又能和基尔一起玩了。 从那天起,卡罗尔每天都会去墓地见基尔,他一直相信,一生中最特别的人会回来和他一起玩耍,所以小孩子真的是一种纯真的生物,他们纯洁的灵魂是他们在这个地球上难能可贵的东西。 有些人即使身有残疾,也不乏纯洁的灵魂,当善良的灵魂与之相碰,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? 这个残疾小伙在寒风中卖大葱让人心疼,男子花1600,全车买下,下一幕引发网友怒赞。 事情发生的当天,男子在上班途中看到自己服装厂附近有一个小伙正在卖大葱,男子便上前询问。 一番交谈后,男子发现小伙有些许语言障碍,依次身体有些不方便。 之后经济者证实,小伙的智力和身体有残疾,一半残疾症,家庭情况也比较困难。 近来,小伙家里种植的不少大葱成熟了,因为害怕直交,于是他就把大葱拉到城里摆摊销售。 男子回忆,当天早晨,整个街道上只有小伙一个人摆摊卖葱,当时气温零下五度,非常冷,没什么人来买他的葱。 看着很心酸,所以他决定将一车大葱一次性买下。 当天,小伙跟随男子把大葱拉到服装厂里,男子没有让内车大葱过乘,只是让小伙给自己估摸了一下总重量。 最终预估为1900斤。 据男子回忆,小伙说话不是很利索,大约听到说是一捆20斤,最终按2000斤付了1600元。 自己还给他赠送了一件400多元的羽绒服。 男子采言,他服装厂的食堂平日买大葱只当佐料。 那天,一次性买了2000斤,一时间很难消化掉,所以最后把多余的葱分发给员工当福利了。 男子把买葱的短视频分享到社交媒体上,此视频感动了不少网友。 两天后,陆续有网友私信或打电话向男子询问小伙的情况,希望帮其销售大葱或捐款。 男子后来了解到,销货家里还有几万斤大葱没有卖出去,又决定发送身边的同行、亲戚朋友帮其销售大葱。 如今,他已经通过各种渠道,帮销货销掉近万斤大葱。 接下来,男子准备在服装厂的门口的保安附近,给销货规划一个临时摊位,控其摆摊卖葱。 男子表示,最近频频看到一些菜农蔬菜滞销的消息,男子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善举,发动更多的网友关注菜农,助菜农萧菜。 男子还表示,自己已经向小伙发出邀请,邀其到服装厂来上班,挣一份稳定的收入,等小伙卖完大葱再跟他细说。 另外,男子的厂里多为技术工,从未招聘过残障员工,但是销货身残至尖的生活态度打动了男子,因为男子准备给销货安排一份保洁工作。 这个想法最先来源于销货的行为,他的行为让男子极为感动。 那天,在厂里卸完大葱后,销货把地上的葱叶、泥土、垃圾打扫得干干净净,销货不仅勤劳,人品也好。 招进场,男子很放心,经济者确认,销货对于被邀到服装厂上班,也表示愿意。 原来,人即使身有缺陷,也可以拥有一个纯洁无瑕的灵魂,也能做到不被世俗的眼光影响。 当男子选择帮扶一把时,销货的心中除了感激,或许内心还有一颗名为希望的种子在悄悄发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